大家好,歡迎來到Z.com的YouTube Channel 上個星期大家有沒有感覺會市整體比較安靜 看幾隻主要貨幣的波幅都沒有超過200點 我自己猜大家應該都在等今個星期兩大約項的議息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我回對對碰的節目 就當作是跟大家一齊在議息之前 就和大家暖化而下身 首先我們要順利回顧上個星期收市位置 客戶整體的磁瘡狀況 而看看個別的磁瘡方面 我們首先看看歐羅對美金 看看歐羅上個星期的磁瘡 比起對上一個周末 看好歐羅的磁瘡是重開53% 是下跌到41% 而歐羅上周的表現 它是輕微地上升了40點 看看上個星期公佈的消息 就是美國公佈了它5月份的一個 ISM的浮磨液的PMI的數據 這個數據是差過預期的 50.3的實際公佈的數字 是明顯低於預期的52.4 以及都是差過對上一個月的 51.9 是勉強在55%分界線之上 以及上個星期四所公佈的 美國的初情失業救濟根本人數 是去到26.1萬 這是近一年半以來的最高水平 無種程度上來說 都可以看得出 美國特別史上 都是出現了一些放緩的跡象 現在就在聯儲意識之前的沉默期當中 你說史上上唯一可以得到的資訊 就是經濟數據 數據不理想 所以美匯指數 不知意外上個星期 都是下跌了接近0.5% 這個都是近期 來說是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單周的跌幅 歐央行方面 目前市場對歐央行的利率前景 如期就變化不大 就不像連儲那邊的過山車一樣 預期都是繼續會加息1至2次 4分1來的一個程度 今年年來 好 而去到日圓方面 日圓方面 日圓比起再上一個週末 體號美金的持倉 是從36%增加到46%去 多了10% 就日一來說 上個星期我覺得最大的新聞 就是日本的GDP 日本Q1的GDP 是受到企業增加支出 和私人消費的推動 Q1的GDP按年來增長2.7% 是遠遠高於1.9%的預期 日本股市也有反應 日本的日經2.25% 指數近期是升至30年以來的新高 但股市是強勁的 但日圓似乎沒有太明顯的反應出來 我想這個問題主要是 如果看回日本的央海行長直田 他目前的口風仍然很緊 都仍堅持認為 距離這個通脹去到持續實現 2%的目標仍然有一段距離 那麼多人仍然認為 現在還是日本經濟 依然需要一個弱日圓的支持 所以BOJ會耐心地 繼續實行維持這個 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所以今個星期日本央行是有意識 但我想應該都沒有太多人會預期 今次會議會有一些重大的變化 應該沒有特別 應該都會維持目前的寬鬆政策 彭博社上個星期 他都有訪問了47位的經濟學家 而超過九成的受訪者 預期今次會議都是延續一個維持現狀的結果 所以就很難怪目前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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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價 都很難有氣息 那數也是日日日日日年日日日云日日日會喎加進行 futbol 這個數字1.8% 同開目前市場普遍預期的2.5% 是有一個明顯的分期 而最近一個數字是4月份的核心CPI 其實已經去到4.1% 目標CPI的兩倍都有成 如果是日本央行有計劃 去推出目前的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我認為下一個值得留意觀察的窗口 就是在七月底的議息會上 看看BOJ會否想調整全年的通脹預期 如果你仍然堅持認為是1.8%的話 仍然要等 如果將全年的預期向上調整到2%以上 我想這個就是有機會是開啟貨幣政策正常化的一個預兆 但在這個之前我想這個日英會價 主要依然是由美元去主導開啟的 那今個星期就熱鬧多 比上個星期就熱鬧得多 首先是星期二美國會出5月份的CPI和核心CPI數據 星期三就會有PPI數據 雖然這個通脹數據距離這個錄意識已經很接近 我想它對6月份的意識影響就不大了 但是對7月和7月往後的影響 我覺得依然值得大家去留意 4月份再重新一下 4月份美國的CPI是錄得4.9%按年 核心CPI是5.5%按年 目前市場的預期就是CPI就會從4.9下降到4.1 而核心CPI就會上個月的5.5下降到5.2 相對地我們會看到CPI的下降速度是比核心CPI要快的 而我們看看官方的一個數據 根據克里夫蘭聯儲銀行它自己的模型 它的預測是5月份的CPI和核心CPI都是比較接近市場的預期 而且6月份的預測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它官方的預測是下降到接近3.3附近 雖然核心PC的前景依然是比較難降溫 但是回想一下 上年的美國CPI最高是去到9.1 如果是說CPI可以從去年年中的9.1下降到今年年中的3.5 我覺得都是一個相當理想的結果 我想這個是對7月份的加息還是不加息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好 出完通脹數據 那就到今個星期最重要的聯儲和歐陽行的議息結果出來 根據目前Fairwatch的數據顯示 今次應該是聯儲按兵不動的機會率是接近75%的 4分之3的機會率是按兵不動的 而7月份加息四分一利的機會就去到接近7成 這個我想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變數 即是怎樣都會加息一次 即是照這樣的情況看 而關鍵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7月份之後的情況如何 和年尾之前有沒有機會減息呢 那就要看看今次議息之後的出的點陣圖 和新聞發佈會上包括應後風 而歐陽行方面呢 我想如無以外應該都會加息四分一利 今次行長拉加德呢 上個星期都表示過 目前他認為未有一個明確的證據 可以顯示有核心通脹已經見頂著 那往後呢 我想應該至少都會有至少一次加息四分一利的機會 而去到星期五日本央行的意識 就像之前說過 不很難有一些期望他會有些甚麼大的變化 那重點呢 應該都是依然看開是 行長直田的口風是否有些甚麼變化 那最後呢 是要提提下個星期呢 英龍銀行他都會意識的 而今個星期呢 有幾位英龍銀行的委員都會出來說話 那這個是意識前最新鮮熱辣的公開發言 那都可以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好 今次節目就到這裏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